大家好 我是杨丽 开心哈 我最近有点不开心 你知道吧 因为最近 老好人说我说的不是脱口秀 我就说 太生气了 你说我不好笑就不好笑 你为什么老说不是脱口秀啊 直到前几期 有一个目光特别炯炯的领校员 静姐终于替我证明了 她说 杨丽让我陷入了思考 脱口秀一定要好笑吗 当时我就被她问住了 我特别想顺着她说一句 不用啊 对啊 脱口秀为什么一定要好笑 不要被规则限制住 就好像结婚一定要是两个人吗 一个人就不能拥有美满的婚姻吗 再比如说 脱口秀大王一定得是第一名吗 你可以是最红的那个呀 对吧 就是 你知道 思路打开 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拥有无限可能 对吧 歌手 唱歌一定要好听吗 舞者 舞字一定要优美吗 主持人 一定要拥有空场的能力吗 我是说 李淡的主持太差了 对 对 就是说 我说的不是脱口秀 那我想看看到底什么才是脱口秀 我就看了一下 其他这些选手的表演真的都太厉害了 就是他们有各种那种 微妙微笑的表演肢体 有的还有口气你知道吧 最厉害的就是徐志胜 他就这样轻轻一缕他的秀发 大家就说 就是脱口秀了 说这个脱口秀也太好笑了 但是我想说 那我是差哪儿了 秀发吗 果然是脱口秀 脂胜你知道 脂胜就是我到现在还依然在努力的原因 真的 因为我这一季本来就想随便比比 我也不想拿大王 直到有一天我看到网上是一个评论 说 说听说谁拿了大王 就要和丽姐炒CP 他说好希望徐志胜 自救是吧 我当时不夸张说一身冷汗 我现在那些做梦我都经常惊醒 说不行我要拿大王 主要是被那贼人拿了去 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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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没有 所以我从因为他我写稿都变得特别认真 知识人也特别好 我在公司写着写着稿 他推门就进来说 姐 咱们 久要再见 我说 我说好了 你不要再威胁我了 好吗 姐现在已经很努力了 姐现在都有点久啊 真的都太厉害了 这都不是口音 这已经属于口迹了 你知道吧 绝 算了 就这样了 还是我怎么努力讲的也不是脱口秀 我也不讲了 这会儿我演出还有五分钟 大家就这样等一会儿 一会儿就录完了 你知道我失恋的时候就是这样 还是得讲 我失恋的时候 就是像现在这种状态 然后就是 哎 不想活了 又被男朋友抛弃了 挣这么多钱 现在只能一个人花 看个电影吧 找个浪漫一点的爱情电影 泰坦尼克浩 看看有情人是怎么被迫分开的 这个就是我对泰坦尼克浩的理解 我觉得他就是告诉你说 如果你又年轻又帅气又有才华 又遇到了爱的人 而且这个爱的人又正好爱你 你就会没有好下场 最后能活下来的只有那个有钱的女人 like me 我对电影的理解就是那么准确 就像有的网友对脱口秀的理解 就是这个工作我虽然一天没干过 但我就是懂 电影还是非常好看的呢 沉船那天晚上 然后那天晚上狂风大作 口气来了 来来 下大雨 画画画画画 画画画画 风雨交加护画 什么玩意 你看真正的脱口秀送给大家 我相信大家也能看出来 我这个人从小就比较招人喜欢 现在有点不明显了 小时候还行 都是由于我的工作 你知道吗 前两天我去玩一个密室 然后那个NPC 他手里了一把钥匙 他就说 来小妹妹 你说点好听的 说点好听的 哥哥就把钥匙给你 我说那哥哥你算是找对人了 那位我最擅长的就是说 好听的话 真的是很天真啊 男人 真的就是都是工作指南 然后自从我说了这个以后 我现在生活中遇到的男的 都特别尊重我 但是都不喜欢我 男的好像很难同时做到两天 有一次我认识一个男生 我觉得我俩聊得挺好的 我就说 你是不是有点喜欢我呀 他说你别乱说 我很尊重你的 我说 那要不你试着不尊重我一下 你冒犯我一下 他说那我就直说了 我并不喜欢你 我说你给我放尊重一点 给他吓的 你知道我哇就哭了 那眼泪流的 我哗哗哗哗哗哗 谢谢大家 我是杨历 谢谢杨历 最后三秒钟 三 二 一 请 볼票 那姐 怎么着 当杨历说他这稿写的太好了 你说这稿怎么样 呼发呼发 我觉得特别好 很喜欢口气那段 他讲完以后 我也觉得 脱口秀演员 不一定要会讲脱口秀话 没有啦 我真的觉得 要特别地支持他 第一个就只剩一个女生了 二一个他也是一直在 扛着压力 再继续比赛 我觉得一定要支持 你对加油 我一开始 也就是写了一些模仿的 然后他们说 跟娜姐的撞 我说我们这些 优秀的喜剧演员 就是品味有些像 你先 你写了 你写了模仿的 对但我演得不好 后来我就删掉了 差点跟我撞了 你在开什么玩笑 杨丽今天这篇稿子 应该喜剧演员们 听着是很开心的 对不对 这包袱都太刁钻了 确实有点不好写了 到这一步 就是我们一些 有的时候说出来一个 正常的梗 就会有点在观众预期内 就是凡是我最后觉得好的 都是有点怪的 我还是觉得杨丽 真的是很厉害 我不是因为只剩下一位女选手 才说这句话的 就是他比到现在 还是能够就是 找到这么刁钻的这个视角 这个是很难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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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重要 我说的不是表演 加了口技 还是很有效的 因为那个脱口秀 昨天我还跟你们公司 一个表现得有点欠佳的 脱口秀演员 一个飞机 他就说 就是因为老好 我网上开始骂脱口秀 什么才是 什么怎么样 他就 我说你怎么办 他说他就一个月不上网 所以必须得调整 自己的心态 就是那种 左眼跳 我要发财 右眼跳 我不信 我不迷信 就是这种感觉 你们 就得自个劝自个 但我一直就觉得 就是必须得上网 这是你工作的一部分 你要是不了解 关注预期的话 你就没法演了 所以就不管我的微博 或者什么是什么样 我都会看 但是有时候在一片 就是比如说 就不好的声音里面 提出一些观点 或者是改正自己的一些方向 还是OK 但是如果说 你看一片就很影响心情 我觉得就不如不看 对 有一个 我们现在那个 效果小程序上 每次演完了 或者你们看完线下 大家是可以去 效果小程序上 说读后感的 我们希望在那儿 尽量营造一个 讨论喜剧的氛围吧 比较好的氛围 就讨论喜剧嘛 对 咱就不那个 不了别的了 是有不好的氛围吗 看他微博 你去看他微博 但我今年有一个观察 今年被骂最少的演员 应该是我 就是因为没有新的人进来了 但这些演员 就是他们在经受着新的一个冲击 而且最难的是 他们也没有被骂上 热搜也没人知道 也不能写 反正杨丽 我也不知道杨丽说的 这个脱口秀定义是什么 大老师能回答吗 好的 说到这里的话 那我就不得不说 虽然我不知道 什么是脱口秀 但是我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 好牛奶 那么 经典有机 A20牛奶 清和舒适 好营养 定义脱口秀 确实很难 但是定义好牛奶 一点都不难 喝一口就可以了 好 你来这 谢谢 OK 那我们恭喜杨丽 获得了8票 领向元快当 进入走贷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